人们做了一些事情 人们说这事不真 尽管有时候你不确定 但是你很尊敬的那个人 他说这事不真实 但你要尊重他 所以一次又一次 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 你受到了伤害 心思的伤害 我觉得 有的时候很多很多 精微的伤害 比如说你觉得 我没有被给予机会 然后是这两种 有的时候我被给予了一些 有的时候我没有被给予某机会 我们知道哪怕孩子们在玩的时候 有的时候在玩的时候 受伤了会感到痛 或者你自己受伤 所以这在人的生活当中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 当爸爸说 移走我们的痛苦 给我快 这确实也真的 当任何人 有的时候从很小的事上 我们就感到痛苦 我们应该摆脱这种感觉 从老受伤害当中的 这种感觉当中解脱出 有人说我们有这样一种习惯 任何一个事上 我们都感到痛苦 我应该完全地沉浸在 爸爸的爱之中 无论旁边发生了什么 因为 因为如果你有这种 知道你有这种愈合能力 那你就会变得强大 我们拿了一个篮子 装了很多好东西 但是过后没有的 为什么 因为它底下有洞 这个洞就是痛苦 你老是觉得受伤 从这儿从那儿 感到受伤害 所以 神的力量 就叫愈合的力量 所以 无论什么时候 我们有定期的静坐 但是每一天的 不是你记着它 而是你要跟它融在一起 有这种理解力 一个是Mayer 他老不让你忘记过去的事 一个呢 是爸爸 他让我们远离过去 因为我的努力是 我能做什么 我在爸爸的思念中 在神的爱中 那整个的愈合 就会发生 痛苦也会转 无论是一种 拼拼 责备 或者不被接受 或不接受 无论怎么样 所以 一种很可爱的境界 今天 我们说 纯洁的 真我 开始出现 你永远不会受伤 不会得到痛苦 明天你可以听听 就指的是我们今天的梦里 爸爸第一步呢 是信心 你把自己奉献出去 第二步呢 是勇气 就是忍耐 然后就指着我们今天的梦里 然后他顶了一个样板 我们爸爸光荣极格 第一个人呢 你在社会上的地位 受到的 人们责呢 那你 攻击呢 第二个呢 是自己家人的反对 爸爸的孩子 等等 那时候出了很多的事情 第三个 是在建立时候的困难 这也是真的 那个时候我们来到 百国 住在地下室 然后你跟人家一家人 住在一块 你又是人家的一个客人 然后你开中心的时候 困难大了 因为人家一家人 整天一天都在那儿做饭 你应该得抽空做你那饭 那时候我知道 我们去的时候 那家有六个女儿 在 在家里 说八个人吃饭 但是你就不想让人家去做饭 所以那就是女做饭 但是你说 从早到晚的就是个做饭 十个人的饭 然后又叫了一个姐妹过来帮我 那时候想想 那么多事 现在我往回想 住在哪儿 吃什么 在哪儿吃 下个月住哪儿 都是个问题 但是你看爸爸 他建立的时候 那么大的地方 那么多人 多少困难 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有爱和内在的兴奋 就有这种乐际 现在我们这点困难 跟以前比起来 不是个什么 那我们爸爸就忍着 有的时候 如果我有忍耐的话 那么沉重就不会存在 他永远一直都微笑着 所以我们都会在 显得爱当中 我们不会有那种沉重 有的时候 你觉得 很有价值的那么 那么一个人或者事 你觉得他不会受伤害 他也会受伤害 他觉得又对我这个事 这么好 怎么都没人听呢 像个上周 我体会到这个事 我体会到那事 我认识到 无论什么事发生 你都光荣及格了 那就是第一步 所以神的爱 在神的爱当中 每一分钟 让我都说 我在爸爸的爱当中 让我自己 今天无论发生什么 我们说 那就是你的伤疤 接加了 无论什么事情 让我们可爱的 在爸爸的爱当中 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不必等到 明天去做 因为明天有明天的事 所以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可爱这个事 这么重要 如果我是爸爸的 一个服务者的话 你会看有些人 有困难挣扎 所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的爱能够使他们得到愈合 当然只有爸爸能够这么做 而且我的爱 它是通过我来发生的 去帮助他们的想法 去帮助他们的想法 也帮助他们 去帮助他们的想法 我们保持快乐 如果你老是有那么一点 一点都不快乐 鸡多了就是大事 除非我们自己身体 不好好照顾自己 东吃一口饭 西吃一口东西 所以愈合 确实要把它成为一种习惯 不光是为我自己 因为作为一个工具 灵魂会到来 灵魂会来体会各种东西 这一切都会发生 我们想成为一个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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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订阅世界的爱 订阅世界的爱 where everyone is happy 而这一切呢 我们都体会到 爱 很重要的是 我觉得有的时候 有很多人谈论很多事情 他们都谈论了各种 不同的东西 但是我们继续地给予 这个沉思 对于我来说 这一整天 我都会说 我会继续做 同样的事情 沉浸在爱之中 是的 一切都将会愈合 而且我们在看着 他要求 什么我们要对此加以注意 我自己的境界 哪怕是 几天 哪怕是瞬间 我就融入在神的爱当中 我感到自己得到愈合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 而且 我觉得他应该 比我们做其他事情 更实际一些 这是我的体会 所以我们在搅拌着 做着这个练习 我相信 很多人都有 各种各样 很美的体验 Om Shanti 今天呢 我们是我们的周日 他们的周六晚上 所以他请SisterSharine 跟我们说一下 明天的作业 Eric会提一下 今天的一些提问 作为我们的课作的老师 这是Sharine姐妹 晚上好 明星家人 晚上好 弟弟 我们看看我们的 这个明天的家庭作业 是什么呢 神的爱的启迪 我这个灵魂 我得到 这么多的 寂静 和神的 精力的 爱的体验 灵魂 在寂静当中 得到这么多的力量 并体验着 神的爱的 并有着神的爱的 精力的体验 这是 今天我们这一天 要做的 体验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 静坐的练习 所以大家呢 放松 慢慢地 呼吸 感受两眉和前额之间 深深地呼吸 呼吸慢慢地 然后感觉两眉和前额之间 这里有一个开关 我们把心思里头 所有的嘈杂的东西 给它过滤 再深吸一口气 感受到 你在心思当中 旅行 你超越了身边 所有的故事 所有的声音 你感觉到自己 如何越来越近 远离世界的草杂 再深呼吸一把 你进入到 甜蜜的寂静当中 你这个灵魂 和爸爸在一起 你被这美丽的寂静的景象 融化了 融合在一起 爸爸 让我放手 这一切 享受着爸爸 分享给我的一切美好 我完全沉浸 并吸收在 爸爸的爱之中 我和爸爸的联系 它移走了我的痛苦 打开了快乐的大门 在 这个境界下 我停止接受 任何的痛苦 我超越 我感受到了 我开始感受到 愈合 就成为这样的一个 美好的体验 你再一次地成为 这美好的 天真 无邪的 一切 都不会受到伤害 在这美好的 爸爸的能量之下 你 完全地沉浸在 爸爸的爱之中 你得到了 这力量 你分享着 和其他人 分享着 这力量 你成为 很可爱的 和爸爸在一起 你变得 这样的 有人奈利 因为 你超越了 所有一切的伤害 在 这个境界当中 你沉浸在 爸爸的爱之中 你 帮助了 其他的灵魂 爸爸的爱 通过你 得以发生 帮助了 其他的灵魂 不再 接受任何的痛苦 再一次 我们和爸爸 在这美好的世界上 我 完全融化在 爸爸的爱之中 感受着 我自己 成为 完全 完全地 寂静 慢慢地 当你 准备好的时候 你 从灵界 回到这个 无知世界 Om Shanthi Shanthi 说 谢谢 Shant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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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搞活动 Sharing from the heart The touch is the heart So we'd like to welcome Our dear brother Eric 下面呢我们进行 零性家人的 这个 一首晚上的 大家的聊天 我们先听 大家晚上好 我再次回来了 I really thought that When we will speak of love Everything has been said already And I thought love is such a Beautiful and You know Deep topic that I said did we already It's like a beautiful And美的一个话题 Because每一位都有爱 都要分享 过去的两天 我听说 就是他的这种爱 真的像海洋一样 无尽 我们都没办法去 整个的去 去监视着爱 这爱的海洋 您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们就希望能够 看到更多的 这样的展示 我们想 给你提个问题 说 从 曾经在神当中 你跟我们的配方行吗 有的时候 我们在好长时间了 不过就脚直到沾沾水 根本就没有 进入到海洋当中 但是您呢 就把自己扔在 这个海洋里头 完全的融化在这当中 您跟我们说了 您的小配方是什么 我想我们得创造 内心深处的寂静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 又把你牵扯到 过去旧的时候 因为有的时候 会过去 他就老以这种 那种方法的话 追踪着我们 这个人做了这个 那个人做了那个 很多很多事情发生 我们就是感觉到 神的爱 就在神的爱当中 我想这个 我们要做出 这样的一种 努力 爸爸一直在说 改变过去 忘记过去 我觉得那种努力 我不再受到它 感觉我们在这种海洋当中 每个人都不同 我想很多人都想愿意去海洋里 有些人特别亲这个海水 但是我这个海水 其实不是特别的喜欢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 加勒比海的时候 我们在那三天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们到海滩了 I remember Sisters really kind of 有一个姐 特别让我 喜欢我说 今天去吧 所以海水特别美 我发现 我不能够 接近那个海水 我觉得有时候 内心当中 有一种抗拒 你对神的这种 爱的海洋也是一样 可能是过去的一些痕迹 可能是一种 很惊威的东西 有的时候是 你的过去的一种不纯 总之我觉得 在海洋当中 你确实得放弃你自己 你知道你自己内心当中 你知道 你知道那个海浪过来 你有些抗拒 所以其实你对改变 还是有恐惧 那是很惊威的 我不知道我会改变多少 过去这三个星期 我做努力 有几个事 其中之一呢 有一个事 就是我最原始的 我自己 我的心 只要保持这种神圣高贵 我的决定力 没有平判 无论做什么 我会要求有更多 有的时候 姐妹会给我一些影响 一直到说 不行 我必须要坚守我自己的东西 因为我不想再 加入别人的意见 或怎么样 因为我一直在说 看看大地 他们很忠信 他就是给任何人一种爱 所以我要保持这种 我要想这样 我不会被任何事情所影响 所以我要说的是 有的时候那种品质 我在这个海洋当中 我仍然要有这种抗拒 有的时候 我会放松自己 有的时候我要 还要做回自己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所设计的东西 我的心的这个位置 还有一些体验 我也在试着看 有什么不同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 全球的这个管理者了 所以有些事情 我们也是创造一些 不同的东西 我有一些特别好的想法 我也在试试看 有一个媒体 他说 怎么怎么样 说那这个事挺大的 他说这怎么会 这怎么能成形呢 但是我相信这个事一定能成形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你去到海洋当中 我想可能很多人去过 很多次海洋 都下海 但是我 就是我 我还是没有能敢去下这个海 但是 我沉浸在 神的爱的海洋当中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体会 具体的 你可能爱上了某一个人 你都会知道那种爱的体验 我没有那种体验 但是 我不是 你听起来 那你谈谈 你那个 那个爱的海洋的那体会 你完全沉浸在那种爱 我完全沉浸在那种爱 你忘记你一切事 你什么都感受不了了 你也不再计较这个社会怎么看你 我确实不在在意任何事情 人们的眼光 他们尊敬 还是恐惧 什么我都好 我觉得那就是神的爱 因为你都不知道恐惧 你都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你 所以我觉得那种境界 会帮助我们体验到 我们那种境界会浮现 但你说这种 有一种说 有的说你会放松你自己 去放手 去信任自己的那个直觉 你很纯的那种爱 你很信任自己的那种直觉 无论海洋带你到什么地方 海洋它是个有它的方向 但是你把自己完全放松了 但是你并没有消失 是不是 有时候某个人会为某个人 他们会支持你 但是如果你依赖那个支持 那你就失去了自己 当你依赖的时候 你的心智就变得不清楚了 所以我立刻就会知道 必须要注意自己内心深处的 我的注意力是什么 我今天做什么 成功是由于爸爸 但是我要保持我最本质的东西 最本质的价值观和我的理解力 我不希望我被受到任何东西所影响 这是一种很精微的东西 我在做的要做的事情 每一天都会遇到的 是的 今天我在学习 每一天的日记都是不同的 每天我都有不同的体格 我的体会 今天新的思想的出现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您喜欢您这种新的这种位置吗 比如说你在两个地方 一个呢 就是它现在既管整个印度本土 也管这个海南 但是你知道现在又到处都是疫情 你也不能够再去旅行 所以那个医生就跟他说 你就待在那儿 你 know 所以它是有的时候 就好像 它现在在这个新的位置上 它应该去印度去管理 作证在那个地方 但是由于疫情 它也没有办法去 但是它同样要做很多的决定 所以它说这个新的角色 还是有些不同 但是它怎么看 在这种情况下 它不会受到其他影响 还要按照自己的本质 他说你努力 你已经做了百分之百努力了 没准 帮爸爸需要你比百分之百更多的努力 他说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做了百分之百的努力 但是我知道 我能够光及格 但并不能保证我做了百分之百的努力 有些东西很精微 无论发生了什么 我都知道说 哎 这事儿爸爸有帮我了 完美地帮助了我 也说我都没想到这个事能发生 那我想做什么 我就把它写下来 这是我今天的感受 我觉得挺好的 这是今天的感受 谈到了这个神的爱是一种愈合 你怎么看 这些小的 有些人的内心当中 堵上了 你瞅着他就沉得很 是的 爸爸的爱会帮助他 但是你就感觉到这个人 他就没有接受到爸爸的爱 他老是有一种受伤的感觉 那我们知道 爱会愈合 但是因为你觉得你受伤了 你堵上了 所以你就接受不到这种爱 那对爱怎么会愈合 比如说我喜欢喝咖啡 喝热的咖啡 有的说你喝 它特别热 你就有点烫住你的舌头 你会找到一个不同的方式 去创造出这样的一种 如果有这种拒绝 有人说我没有机会 然后我也没办法去做 有时候你对神都有那么一点愤怒 不高兴的他 我真的就 我觉得我不能够以另外一种方式 去创造那种神 为什么 或许你会比较运气 以后就能让人的机会 但是你没有什么那种感受 我觉得今天爸爸玛丽所说 我读到 就是今天爸爸玛丽所说 你永远要保持那种 天使的那种境界 但是很多人都不理解 爸爸怎么说呢 为什么选上这个人了 为什么我没有机会 为什么是这个人 我从最初的时候 我就记着阿弥亚话 他说你不要忘记 我总是说这是我的努力 只要我往完美的那个境界 去努力 你的名次就在哪 我们什么时候 这些理由呢 有的时候会形成一种电阻 组织你 不能够让你这个灵魂 和神的爱融在一起 有的时候我们说 你必须得把过去忘了 这也是一个过程 那不是现在在慧和神的 也会是这样 Brahman Baba是第一位的 那他的今世代他也是第一位的 慧和时代他也是第一位 所以他是第一位 所以有的时候我说 我不太计较 我不太想我到底是这几年 没关系 所以其实有时候你这么想 就想他们组织 我不计较我的名次 但是我知道 如果我要得到好的名次 爸不会高兴 就好像父母 他总是想看你的结果是什么 有一个小孩 老听父亲的话 他就希望他所有的孩子 都特别的优秀 但是你努力了 就大家都高兴 Murley 滋养孩子们 我就说我不计较我的名次 但并不是对父亲的不尊重 你说 爸爸我们会努力 我们会做第一名 我就待在这儿 然后懒懒的 什么事不安做 那你会发生什么呢 你连个内在兴奋都没有 这一整天 有的时候我们说没空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旅程的体会 一切都是在努力 有的时候是因为你否定了你自己 你的运气就不会到来 有些人失去了这个神的爱的体会了 这一次呢 我会感到这是某个地方 你提到什么很明显的 最后一个你提到的是 最后一个他不是未见的 是 那么多他在兴奋 也很明显 你会发现 你感觉到 你感觉到 那个东西是完美的 全力的 成功 这一切是完美的 它是巴巴的 巴巴的 是巴巴的 有时候说不是东西就在那 当然我们并没有看见 我们还去找别的东西 他说这一切都是由于爸爸的爱 你才有诚意 有时候爸爸用我们 用我这个身体作为一个工具 使得服务得以发生 所以我很高兴 但是我不知道 还有没有更多要做的事 我看着爸爸说 OK 无论做什么 哪怕现在有个事情 是舞台剧要发生的 我们一块干吧 而且我们在说的 舞台剧 很多时候我觉得 有的时候很激情去做一些事情 在我的生命当中 都是神其实在扮演着这个角色 神在我的生活当中 扮演着他的角色 有的时候我们说 爸爸这个很精微 我们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如果你看你周边 还有好多事情发生 你说这一切都是因为爸爸 因为没有人看出说怎么样 有一个人跟我说 他听到我的名字 他是很亲切 他们知道我的名字 他说一定是爸爸通过他 在做日子 否则的话 你认为一个人 扮演着一个人 扮演着一个人 或者不扮演着一个人 扮演着一个人 因为她知道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 每个人的声音 必须是爸爸 必须是爸爸 对吗 就是有的时候 经常会有那些 好的东西发生 这一整天 什么事发生 或者什么好的事情发生 或者某些人说些什么 当这种东西让你 你会觉得 这是一定是爸爸在做 爸爸在说 所以就任何一个 你受到鼓励的事情 包括周边发生的一切事情 你能把爸爸的话 能整个定义之类的吗 这是从爸爸那儿来的 这是从爸爸那儿来的 或这是我自己 对爸爸的爱 这几个爱都融在一起了 有的时候你能不能够 你能不能够分辨 你说这是我给爸爸的爱 这是爸爸的爱 这是爸爸的 这些东西都混在一起了 还是你能分辨出来呢 Brahma Baba has love Brahma Baba has love Brahma Baba有爱 是爸爸有爱 我的体会是 和Brahma Baba在一起 所以我知道那是爱 而且 我的生活当中 还有什么呢 除了这爱 我在这儿 我的生活 除了爸爸的爱 在这生活当中 无论是人和物 这一切都是因为爸爸的爱 有时候最深奇迹 说我还需要什么呢 真的从心里说 说实在的 我没有牵挂 总的来说我过去呢 我一个很高的一个百分比 我已经通过了 没有牵挂 但是有的时候还有不同的爱 一直在有着变化 但是唯一不变的是 我有了对爸爸的 我的心里头只有他 从哪儿 我做了服务 可以是爱 善良 特别是最近的一些事情 我对某一个人说 我发现 我是不是为人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做了还是没做 有时候我认识到 这是为那个灵魂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做 我们每一队 每一天都在 所以我觉得我对爸爸的爱 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家庭的爱 这就是我所有的 所以我不再坚持什么自己的事情 我也不拥有什么 这很简单 这就是个爱 这就是我们怎么样的 就增加我们自己的一种能力 能够体验到爸爸爱 我确实觉得 有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们 当然我们现在通过Zoom 在做这个 我们那时候很想 面对面的去和灵魂的形式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给他们一个爱的体会 体验 between giving our love or giving爸爸's love No, just be loveful 我们给他是我们的爱 还是爸爸的爱 你就是做一个可爱的人 你就从他们那儿感受到 他们能够体会到爸爸的 这就是我要做的 因为你很可爱的去做事情 他们能和你做任何一个事 都是很可爱的 奇迹就会发生 哪怕是物质上的一些事情 奇迹 当你有爱的时候 奇迹就会发生 一次大地詹可以跟我们说 作为我们的大区负责人 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是爱 你都什么都不用做 合作会在那儿 一切事情会在那儿 所以如果他们体会不到 神的爱 至少我们是挺可爱的 对他们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 通过我们感受到神的爱 你不是说爸爸爸爸你下来吧 你到我这来吧 你做个技术 我的爱 就是爸爸的爱 就是说 我一直 做一个很可爱的人 并不是我一天到晚 在那儿祈祷他来 但是我会记着他 爸爸 这孩子来了 有的人还有这种 实际上神想做的就是 我们要跟他有同样的品质 如果我没有那么可爱的话 爸爸没办法用我 也许你跟爸爸 要有相同的品质 然后记住这句话 那么 很实际来说 这一切都会发生 我们的善意 我们的同情心 慈悲心 我们的爱在哪儿 我觉得这些人们都会体会到 说这一定是神 有一个人就 就说 哎呀真的感谢你感谢你 他说 哦这是爸爸 他说我 跟他说一些 对这个灵魂有帮助的事 然后这个人真的很感谢 然后灵魂慢慢他会感受到 这一定是神才能使得 这个事得以发生 在今时代 我们都是互相之间分享 但那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点点 体会到神的爱呢 他说在今时代 我们在一起 一切丰富 富饶 那是很好的生活 就是由于爱 因为爱创造了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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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间 你给Toli 你就是给她的知识体 如果你真的要给她 彻长时间知识体 那你就是心里有疑惑 你才给她彻长知识体 我记得一位女士 我认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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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她彻长知识体 我认识体 她是迷惑 然后我从来到谐 我从来到谐 从来到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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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她们继续说 我们在谐 所以我们得到谐 我们得到谐 但是我们得到谐 所以我们得到谐 终于一遍 她们得到谐 她说 我认识体 得到谐 所以爱 没有人在等待 Toli 对 可能有些人 她说爱 实际上 她讲了一个姐妹的故事 待会我们再说一下 非常有意思 就是她老觉得 到谐 大地男孩 就给个 Toli 他就跟别人 就说 我从来都没得过 大地的GCT 因为到那了 大地正好干了什么 就Toli 就给她了 她讲了好几次 或者是有的人 在大地后边 跟大地说点什么 怎么样的 总而言之 有一次 她如果大地 正好大地 就正好大地 就看了 看她 给她GCT 她特别高兴 她说实际上 大家等待着 不是那Toli 而是等待着那人 哎 这地还讲一故事 她说大家戴着眼镜 现在耳朵里头 她说 她说 你现在又戴着口罩 耳朵又 加着耳机 现在唯一圣食的 就是两面和情要之间 这一点了 下周我们再继续 谈爱的海洋的故事 Go into the ocean to swim and I'll tell you about it next Saturday it's still cold it's still cold though here it got cold suddenly with a lot of yeah definitely you can go share your experience what happened 他是事 你感觉到神在给你打电话 你堵着 你就接不到神的那个电话 现在这个疫情 这个事那个事 大家把儿子堵上 嘴也堵上 咱就剩下两面 我请要直接 神给我们打电话 我们刚好还能接上 这些可爱的 Erik兄弟 and about Erik actually I want to share